吃刀寶之亂卖路第三天 可以看到现场还是聚集了上百位的民众 而且业者就算开了14个柜台 还是来不及处理 现场取号的机器已经坏掉了 改成是用纸本的 记者抽到的号码是1828号 不过现场只叫到1130号 看来我还有得等 1131号来宾有在现场吗 不夸张 前面还有700多号 一小时消化60人 也要等上10小时 另一家一样惨 长长人龙下号码机过热当机了 电源敲啊敲也敲出民众火气 然后你解约又还要再付一堆违约金 干嘛然后才能享受到这优惠的方案 大家一定是觉得被凹了 大概排了将近五个小时吧 而且场面很混乱 明远四起但基层的泪又有谁知道 网友在脸书PO出心碎的一幕 只见两张千元大钞被碎尸万段 原来是有女员工忙到没时间吃饭 结账时手软才不小心把钞票丢进碎纸机 你们一直在那边吹吹吹吹那边 吃死 不然你很会你来嘛 这名网友李轩轩也大翻白眼替同行打气 如今劳动部1955专线 也接获中华电信员工申诉 抱怨超时工作 劳动部也下令两天内要全面抽查劳检 连对手亚太也打出买手机送评表来应战 申办或是续约的服务 我们都是很开心的 我们都正面看待这个事情 员工们成了伤兵 业者继续厮杀 中华电信台北长春店爆出12日当天申办 直接送价值9000元普及岛来回机票一张 亚太电信也祭出更杀499方案 限量50名买iPhone送Apple Watch 或买Apple Watch送AirPods 还蛮划算的 昨天晚上大概6点左右 这位民众一等又是16小时 看来排队成了全民新运动 不过小保官也坦言电信业者虽然对老客户不够厚道 但一切合法 呼吁NCC出面找业者谈 针对近期绑定门号的用户提供免收违约金或减免优惠 东森财经新闻六字张诗奎台北西方报导